那么说这个防空识别区它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咱们得从头给大伙说 防空识别区的概念是从二战以后才有的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我们知道最激烈的空战 一个是太平洋这块美国和日本 再一个是欧洲以英国为主的国家和这个希特勒德国打 当时德国法伊斯的飞机跨越英吉利海峡 对英国本土防风乱战 那个时候为了随时防止这个希特勒德空军袭击 那么英国呢在英吉利海峡沿岸一带 布置了多种雷达检测 这就是当时防空识别区的雏形 就是还没到我的领空呢 哪怕你这个刚从英吉利海峡的那一端 飞机起飞要过来了 我已经我的雷达能监测到这个领域 这不是我的领空 领空之外 这就我们现在说的防空识别区 在这个领域之内 你有风水草动我知道了 我得马上发现你有动作 而且我同时得监视你要干嘛 一看带着炸弹又什么的不是好事 这要来炸我们的 我们得赶紧实施管制 同时出动战斗机来迎战 然后进而呢 在你没到过领空之前 我就得对你开火 欲敌于国门之外 甚至把你见面 所以这是当时英德两国空军交战 这个战力给当时美国提供了很多思考 美国当时罗斯普总统就提出来 看来我们美国也有必要 学习英国搞个防空识别区域 可是这个军费开支 他要国会不通过 你这笔开支拿不出来 那会儿美国并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没参战 所以美国国会怎么 1941年12月7号 日本突袭珍珠港 这一下罗斯普对罗斯普说你看看 为什么突袭珍珠港 我们当时毫无反应损失这么大 就是我们当时雷达监控只在珍珠港上面这一块不行 我们应该设置一个很远的防空识别区域 延伸出现 这样日本的飞机大队一过来 我们就知道他要干啥 所以当时这项军费开支得到允许了 就是在领海这个区域领空上面再设立防空识别区域 罗斯普进一步提出美国本土也要有这样的防空识别区域 别他这飞机过来轰我们来 可是接下来美国这个议会议开 人家说那不可能 无论是日本还德国 在二战战场当中根本没有力量威胁到美国本土 他不可能跑来威胁你 他那边还没打完呢 还陷入战争泥潭当中呢 哪能威胁到你本土呢 所以美国国会又没有通过这个总统的提案 所以美国本土那时候 在他这个美国四周边的领海领空之外 他没有再设立防空识别区 那么说作为他最主要的敌人苏联 前苏联其实老早就有防空识别区 只不过呢他没有对外承认 他事实上他的雷达监测 已经把这些区域都扫了到了 包括他在和这个北约组织对抗 也包括以挪威那几个国家 跟美国都一伙嘛 这样苏联呢当时在东欧一带 老早就设立了一个防空识别区 就已经超越苏联领土了 当时是从一北河到波罗的海 几百公里的沿线上面 都是防空识别区 就是东欧事实上 也成了苏联外面一道屏障 在那些年间呢 大概有几十架北约的飞机 北约的一些侦察机 不断试图呢来侦察 苏联在这个区域的布防 结果一过来就被雷达诊撤了